干什么 顾总 借手机给我用一下呗 急用 用完就还给你 谢谢顾总 那坨黑的什么东西啊 马 马峰 快跑 金钊跑 金钊跑 快快快 顾总 快快快 也不知道马峰走了没有 你脚怎么了 怎么肿成这样啊 没事儿 刚才拉你进帐篷的时候扭到了 那你刚才不说 扭上是不能立刻动的你不知道吗 那怎么办啊 看着你被盯成猪头啊 怪我怪我 我去找东西给你冷敷一下 不用 天这么冷 要不咱们早点回去吧 可扭成这样也不能立刻动呀 我练功经常受伤 知道怎么处理 你说的没错 咱们要是现在不走啊 就赶不上最后一班船了 现在才不到六点 末班船不是八点吗 是十八点 什么 什么什么 十八 十八点 早上还有人哪 早上还有人哪 这就好了吧 正要在这儿安营扎寨了 希望马韩作家的新书油然自得 下料能够节节攀升 谢谢 好 再见 您好 您拨打的电话已关系 怎么回事 怎么都给点亮了 照明啊 你怕黑啊 怎么 不怕黑就不能点蜡烛了 再说了 你都摆了这么多了 不点多浪费啊 哦 哦 能复的给我吧 谢谢啊 谢谢啊 这还是你第一次跟我说谢谢啊 饿了 饿了啊 哎 早知道是这样的结果啊 就都带吃的了 不带这么多花里护哨的东西 别给我一根棒 仙女棒 嗯 哦 你不会 没玩过烟花吧 我小时候爷爷不要玩 为什么呀 烟花的美和我爷爷的人生哲学不同 她总是教育我 要做强做大 流芳百世 而不是像这种一瞬间的灿烂 就化为灰烬 就连我们故事自己的庆典活动上 都不让放烟花 我本来以为 生在有钱人家 就是想干嘛就干嘛 结果没想到 也那么不开心 还不如我们小门小户 生活得自在 这种事多了去了 这才哪儿到哪儿 来 给 你说得对 带都带来了 不点眼浪费 痛 哈哈 哈哈 当你迎入我眼眸 晚风突然变温柔 黄昏日落满天星河白给你笑容 爱是温柔又执扭 透露其中才会动 就算途中难免可捧 我也不退后 眼中 人潮在汹涌 唯有你面容 可心中 融入你的生活 有爱已久 不平庸 慢慢长路我来陪同梦 不会落空 我只愿把你给怀佣 哪怕一秒钟 一分钟 人间平淡烟火 因你而便不同 如果爱不够深刻 我会有守候 让你懂 你好 麻烦你帮我看一下 8202房间的苏小姐回来了吗 您稍等 不好意思啊先生 苏小姐好像还没有回来 谢谢啊 不客气 顾总 顾总 能不能麻烦你 帮忙联系一下当地的朋友 看能不能帮忙一起找一找 行 你等我消息啊 好 要是吗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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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